非常关心的劳保到底是不是会破产呢 虽然行政院长陈冲说 政府绝对不会让劳保倒闭 但是我们来看看的是 那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做 劳务会主委潘市委今天上午说 未来劳工退休金计算的方式 可能会改采终身平均投保薪资 而所得替代率可能会从目前的1.55% 降到1.3% 很复杂听不懂对不对 反正讲成白话文 意思就是说 现在他们不让劳保倒闭的方式 是会让劳工未来领的退休金变少 劳保破产危机话题持续延烧 劳委会主委潘市委面对立委质询 首度松口表示 未来劳工退休金给付的计算方式 可能改采终身平均投保薪资 借零退休的劳工退休金恐怕缩水 现在既然我们整个劳保基金 它的亏损是这么这么的巨大 我们要重新检讨 现行老年给付方式 是用最高60个月平均投保薪资 乘上年资 再乘以所得替代率1.55% 未来考虑比照德国和日本 采用终身平均投保薪资 所得替代率降到1.3% 借零退休的劳工领到的退休金 可能减少 所以如果能够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让这一代的人稍微可以不要拿那么多 然后让我们下一代的像各位现在都在二三十岁的这样子的我们的国民 也都可以因为老保年金能够存续下去 让大家该到领取 等到你们老年的时候也可以领到这个老年的给付 这个我想才是政府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 劳团批评老保破产 政府不赶快拨补老保却只想叫劳工少拿一点退休金 立委也要求尽快修改老保条例 政府要负起完全责任 潘世伟承诺会在三个月内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尽快 因为事实上昨天下午院里面已经召集我们的老保的相关的同仁开会 所以我们会尽快 会叫院长说三个月吗 应该会更早 攸关945万名劳工的权益 劳保濒临破产 现在政府提出方向或许可以解救财务问题 但借零退休劳工的退休金恐怕也会被牺牲 一件事领域的来配于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